大家好,我是老头 今天继续介绍九号密室 之账单迷局 故事开始夜色已深 饭店还有最后一株 四个人正在开怀畅聊 原来他们是一个羽毛球协会的 这不,郑庄兰一看就是有钱的大佬 从北方来到这个城市出差 顺便就跟另外三个人 第一次打羽毛球面积 聊也聊得差不多了 大款准备结账 此时呢,突嫖眼镜老 掏出了自己的四分之一 包括四分之一的小费 看来是准备AA制 瞧他穿的也确实休闲居家 估计也是一个居家型的男人 卷毛大胡子 马上就发出了嘲讽 搞这么晚呢 小费肯定要多给些啊 说着一把就抢过了账单 毕竟远来思客 怎么也不可能让大佬掏钱 这顿他买单就行了 他是本地羽毛球协会俱乐部 秘书处的秘书 多少算个管理层吧 此时旁边稍微年轻一点的 跟班发话了 上次聚会也是大国子请客请了他们啊 这次该他付了 他也是这个俱乐部的 不过是个普通的会员 他们经常一起打球聚餐 两人此时正在拉扯 大款实在瞧不过去了 抢过账单就要求 干脆他给得了啊 免得你们扔 居家老马上就答谢 简直不放过任何一次占便宜的机会啊 大胡子不乐意了 今天羽毛球双打 大款和跟班那边赢了 既然他输了 起个课没什么事 跟班又不乐意了 如果打羽毛球输了就得请客 那以后还能不能一起好好玩说了 这个头根本开不得 还是他来给吧 两个人又争论起来 在跟班的强烈要求下 这一顿他请定了 此时大胡子灵光一闪 说这个跟班呢 是不是有自己的小算盘呀 他这次请了 下一次的活动说好的是带老婆来 那么下一次的聚餐肯定花费更多 莫不是故意想付了这一顿 避开更高消费的下一单吧 这话一说现场有点尴尬了 跟班不甘是弱 你这什么意思啊 好啊下等我也请 OK吧 你才是金哪些算 两个人又争论起来了 居家老居中调停呢 啊要不这样你们两个人 这顿平摊得了 好吧 让谁也没话说 是不是 大胡子跟跟班两个人不乐意了 啊 你这么说 那干脆我们三个人一起平摊得了 我们三个都是本地人 我请外地客人来吃饭 也理所应当是吧 好像说的也有道理 居家老说啊 自己点的比较少 也没喝酒 喝的果汁是免费送的 应该少吃点 这个金哪西算也确实有点溜 必然遭到大胡子的强烈讽刺 跟班也跟着嘲笑 搞得现场又尴尬了 此时服务员拿出机器 居家老情绪有点崩 毒气的大声喝道 好 这等我请了 行不行 居家老啊 慢悠悠的摊开一张纸 原来呀 是这个餐厅的优惠券 大胡子跟跟班更要讽刺了 有优惠券都不拿出来 还想留着下次用 你真是扣到一定程度了 服务员也看不下去了 让居家老自己先慢慢点清楚 硬币他再来 大胡子跟跟班呢 又吵起来 相互揭露对方 一个曾经因为诈骗做过来 一个是贿赂会员 才竞选上的纪律部秘书 两个人争论的面糊车 已经不是请客不请客的事情了 完全就是摊牌 相互接短 饭吃到这个份上 也是绝望 大款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得了得得了 我是大款 这都我请 你们谁也别说了 喝完这一杯 大家开开心心的散场 话都说到这份上 谁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此时呢 服务员却刷不了大款的卡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款呢 立马打电话 让保姆 把他房间里别的信用卡给送过来 这搞得大胡子看不下去了 哎 整得这么麻烦 这顿他买单 谁也别说话 真要付款 跟班面色凝重的 给大家坦白了 其实他得了脑癌 没剩下几个月了 希望这一顿他能来买单 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请客 一个将死之人这么说了 谁还跟他争呢 此情此景 居家老啊 还安慰到 如果你愿意 我们还是可以给小费的 他就是来搞笑的 还是大胡子鸡贼 发短信问了跟班老婆 才知道脑癌什么的 根本就是骗人的 付个账都搞起了 苦情戏了 几个人又争强买单起来 真的是醉了 服务员都受不了 请示了经理 这顿免单 你们谁也不用给钱 你们安安心心回家吧 此时此刻 已经不是付不付钱的事了 这是尊严之战 大胡子在厨房 拿来了刀和针板 决定和跟班拼 刀搓手指的游戏 谁赢了 谁就付账 大胡子貌似速度不错 赢肯定是没啥悬念了 该跟班了 这跟班也是直练 宁可捅到手指也不停手 还越弄越快 近乎疯狂 另外几个赶紧上去拉呀 大换在抢刀的过程中 无意间刀尖划过 直接就抹了服务员的脖子 误杀了他 这下可就真的完大了 四个人无比震惊 跟班立马拉紧窗帘 打了一通电话 告诉三个人 立刻把带血的衣服处理掉 然后大家各回各家消失 这件事呢 他已经交给了行家来处理 毕竟之前说过的 他因为诈骗坐过牢 认识点道上的人 处理这件事情 花点钱就行了 二十万英镑 不过立刻就要现金支付 大换赶紧打电话给保姆 准备取钱 然而反复强调 不要开错抽屉 给开成左边的 一定要开右边 话证说着 大换一脚踩到了服务员的尸体 但随着一声熟悉的喊叫 诶 这死怎么回事呢 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本来应该死去的服务员 竟然站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 拒绝老才是策划这一切的首脑 另外三个人都是合伙一起诈骗的 花钱租的饭店演这么大一出息 就是为了最后骗取大款的钱 可惜没有得手啊 但是也不会白白让大款离开 一段时间以后 同样的餐厅 又一个看起来有钱的大富翁 还是之前的老套 然而上次服务员妹子的身份 似乎改成了诈骗对象身边的女人 而服务员却变成了大款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款离婚后也基本破产 剧中两次提到保姆 不要开错房间的抽屉 可能就是自己破产的信息 账单一类的啊 真正的大款拿在手上的卡 也不可能无法使用 除非是真的遇到事了 再加上最开头 大胡子就意味深长的说过 这个地方发财的机会很多 就看你找不找得到 故此离婚后 破产还硬称了伟大款 最终决定如何 值得一提的是里面的居间佬啊 举手头颅和闪烁的眼神 把精打细算 和狙击敏感的小男人 演绎到了极致 虽然兔瓢了有一点不赛 根本也不算是明星 但真正的是一个顶尖的优秀演员 而我们满屏幕 都是长得好看的明星 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演员 快快订阅及关注 我都过来了 或许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